嗨各位同學家長大家好我是李翰老師 嗨各位車友大家好我是李翰老師 因為今天本來我們的剪輯師嘉誠 本來來是要跟我一起拍個片 但是我們討論好了以後 很多事情我可能可以自己單兵作業獨立執行 那我就問他說那我們今天可以拍什麼 他就給我一個提議 他說老師可以講講你的心路歷程 直接開始靈魂口吻 他說老師可以講講你就是 從之前那個補習班啊 搬來這裡啊你的賽車的經歷啊 你人生的感想啊 我上課是蠻會跟學生分享這個的 但是我又怕這個在YouTube上分享 你們會覺得 又是一個阿伯在講鼓對不對 是不是說教 但是我就盡我就是最真誠的內容 最真誠的心跟各位對話分享 那如果講講為什麼會到這個補習班 其實是我們前面那個補習班那個地點 前面那個補習班那個地點是海沙屋 然後政府叫我們要搬遷 那半年內就要搬遷 那我們就要趕快找地點拿去很忙啊幹嘛 那時候也是面臨 到底下一間教室要繼續租 還是要用買的 那租可能比較輕鬆一點 買那個資金要比較大一點點 對吧 那後來我就去請教一個前輩 一個很有智慧的前輩 然後這個前輩就建議我 用買的 一定用買的 絕對不是用租的 結果我就真的就聽他的話 我就真的用買的 真的是 到處借錢 你也知道 大安區嘛 是不是 不是很便宜嘛 對吧 真的是到處借錢 爸媽也借 包括那前輩也借我錢 真的非常感謝 每一個就是幫助我的人 讓我現在有這個地點 我可以就是 好好的去發揮我的所長 我不用再搬了 所以我常常跟許甄講 如果讓我知道 一開始就要用買的 我一開始在台北車站 我就直接用買的 因為我在台北車站也是租的 那如果真的讓我知道 我不管怎樣 我在台北車站 那個教室再小 我一定也先用買的 你買了就直接生根了 直接生根了 而且以台灣的房地產 你們懂的 好嗎 搞不好比你本業還賺 我講一個故事 我們補習班有一個前輩 因為疫情嘛 少子化嘛 他沒賺什麼錢 但是他還是發大財 應該知道為什麼吧 因為他補習班都是用買的 所以他的房地產 比他的補習班還值錢 比他補習班還賺錢 就這樣 因為他退休了嘛 他就陸續出境這樣子 然後不然就是拿來出租 所以 有時候這就是一個轉折啊 我常常就是 會想把這個過程 分享給我的學生 然後分享給我周邊的人 不要像我這樣就是 傻傻笨笨的 那有了這個地方以後 雖然壓力是蠻大的 但是你心裡真的會 踏實不少 就像例如說我們錄影 可以在這裡錄啊 對不對 所有老師可以以這裡為據點啊 對不對 你看嘉誠老師現在在家工作 他沒事也可以跑來這個補習班啊 對不對 那我覺得這個都是一個很好的過程 那我講這個最主要目的是 我想跟各位分享一個主題 不要靠改變 不要怕改變 好 因為有些人會覺得改變 喔 我要怎樣 我要怎樣怎樣 喔 我不舒服 可是 你不改變 你沒辦法 到下一個階段去 你會一直停留在這裡 因為你沒有改變嘛 對不對 你沒有改變 怎麼會有新的成果 那我知道那些改變都是 很 可能第一個很痛苦 然後第二個是很彷徨的 第三個可能是很不安的 因為沒有人知道未來嘛 但是 老師可以跟你講 老師覺得 不管怎麼樣 結果都是好的 老師的人生體悟是這樣 老師44歲嘛 雖然也沒活很久啦 可能會再活更久 喔 真的 但是老師的人生體悟是這樣 就是 會更好的 不管結果怎麼樣 都會更好的 所以不要怕去改變 好 不要把就是 改變 怕會帶來 例如說可能一些 你想要的東西 沒有得到 你就覺得這改變是不好的 你應該也要去想 你改變 雖然你想要的東西沒得到 但是應該也有你 不是focus的地方 有得到的 好 人生就是這樣 就包括老師去賽車也是一樣 老師去賽車是因為去跟人家打官司 你們知道嗎 老師會去賽車其實是因為跟人家打官司 因為 你跟人家打官司要出庭嘛 那你要有很強健的心理素質 那我就在想 怎麼樣可以 就是磨練自己的心理素質 比賽 參加比賽 運動經濟 所以我就找一項運動去 那本來是找撞球 那撞球我太太覺得 都煙味太臭了 她覺得回到家裡真的太臭 那衣服啊什麼 她受不了 她就說那不然去賽車 我說啊賽車很花錢耶 她說沒關係你去 謝謝老婆 才有今天這些成績嘛 對吧 那所以就是這個改變 你要講說她不好嗎 我跟人家打官司對很煩 然後遇到人在法庭上鬼扯 那你明明知道她鬼扯 可是法官不知道啊 你還要證明她是鬼扯的 真的很煩 但是你看她帶給我什麼 她讓我去賽車 然後我賽車慢慢在紀錄我的過程的時候 欸我做了YouTube 好嘉誠老師來找我 好嘉誠也是我的學生嘛 就是我們的剪輯師 他來找我說欸老師 那我們來做做這個賽車頻道看看 欸你看我們就有賽車頻道 所以你說這些轉折是不好的嗎 不會我現在回頭看是很好 只不過當下你沒辦法預料到 因為你當下看不到後面 所以你當下一定會覺得 喔好煩喔喔怎麼樣 喔怎麼樣怎麼樣 了解意思嗎 但是問題是走到現在 你回頭去看 你會發現一切都有原因 好我常有時候跟學生講 人好像出生了 那個程式就寫好 那你就要好好去run你的程式 你不要去終止它 你不要去中斷它 你不要去不執行它 我覺得 如果你照老師這樣講得住 你一定會有個美麗燦爛的人生 好嗎 今天就分享到這裡啦 不然等一下講要講那麼久 對不對 那 歡迎各位同學家長 各位車友 有要補習的 好不管國小城市語言啦 對不對 國小數學啦 高中啦 國中數學啦 國中全科啦 高中數學啦 都可以來找我們 好嗎 OK 那有要學賽車的 OK 會員頻道也可以加入 好慢慢一步一步學 好 像我會員頻道最近要拍在家裡 我在模擬器上 我示範一下 就是煞車油門方向盤的動作 它的要領是什麼 我體會它的訣竅是什麼 這樣你就可以學到東西嘛 你就可以把老師的經驗 或者是實驗的過程把它學走 或者是你直接加入 線上課程 直接把一整套學走 對不對 是吧 老師還可以就你的影片指導你 好嗎 歡迎有那個學業上需求 運動上需求的 龍來 好嗎 OK 那我們下支影片見囉 拜拜